中华少棒队夺下了第一届世界少棒赛冠军 中华小将今天可以说是行程满党 上午先进了总统府 将冠军奖杯和全队的签名球送给马总统 中午台北市长郝龙斌请全队吃牛排 好好的庆祝一番 这群小球员在场上的精彩表现 不但让国球荣耀再现 也让政府再度重视运动发展的重要性 真的要感谢台北市政府 以及中华民国棒球协会 能够把这一次的比赛办得那么的完美 那我们少棒队也不负国人期望 不负市长的勉励 我们把冠军留在我们台湾 那我在此也希望小朋友未来的路 能走得更远 就诚如市长告知各位的 有礼貌有礼行遍天下 虚心学习 你永无止尽 好 谢谢 最后谢谢好市长 理事长 谢谢 市长好 教练 各位媒体好 现在很开心可以拿到冠军 然后我们也打得很好 没有让国人失望 然后可以很久 终于拿到冠军 我很感动 也谢谢教练 谢谢教练 两个月的指导 让我们可以变得很强 感谢教练 也感谢队友 大家那个队长 昨天帮我收很多球 让我可以拿下胜利投手 感谢队长 感谢你们 谢谢 见完总统 中午台北市长好龙斌 请吃牛排 享受美食 也和大家分享夺冠喜悦 12岁 已经181公分高的曾伟恩 正在好市长身旁 足足高出半颗头 食量当然也非常惊人 中华小将顺利把冠军 留在台湾 不但换回国人 对棒球的热情 也成了国人当前 心中最厉害的小英雄 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